我已經用了Apple Intelligence 大概1-2個月 最新的iOS 18.2的update亦出現了 包括一些更加多 都一直以來期待的AI功能 基本上假設你有iPhone 15 Pro iPhone 16 M1系列的iPad和iMac 和iPad mini的話 你將電話設置做美式英文的話 你都可以用到我接下來的demo功能 首先就是這個Siri的Animation 相信大家都見過不少次了 它也不是說聰明了很多 所以這件事就覺得可能有待改善 不過在過去1-2個月裡面 我發覺只用得最多功能 就是在相簿裡面去找物件 譬如我就想找貓打喉嚕的照片 我要用英文打的 你就會見到它就打出了很多貓打喉嚕的照片 就是它會自己懂得分 它可以用它的AI去辨識到 什麼是打喉嚕什麼是貓 然後就把兩東西拿在一起 就有些這樣的結果出來 又或者假設想找我在海邊的照片的話 它就會出現我在海灘的照片 這些就全部都在海灘 我覺得都挺準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移除相片裡面的物件 這個我這陣子剛剛推出的時候 我都經常使用 這件事之前都會在不同的APP裡面去做 譬如我的話我會用PixarMater Pro裡面 是用來去剷一些我不要的物件 那是要付錢的 不過假設你有支援iPhone的話 或者iPad的話 就免費做到 譬如呢 我前面就去了港大 那這張照片裡面就看到有很多 很多我不想見到的人 不是不想見到 但是覺得那些人不在這裡會比較漂亮 那我按編輯呢 基本上你會看到 右下角就有一個Clean Up的按鈕 AI就會 detect 到一些 就是你會看到變了彩虹色的東西 就是你會推薦給我移除的東西 那就可以刷下去了 那你就會移除了這堆的人的了 準備 但是假設中間這堆人都還在 我可以圈了他 這堆人我都不想見到 然後就照片 那你就會看到整張照片 我不會說很完美 我可能怎樣也有些 用AI的痕跡 不過你會看到照片 乾淨很多 假設你照片轉看的話 都可以的 或者這張我可能會比較容易 那你會看到後面 你會明顯看到 我想移除三個人 我後面的這兩個人 移除了遮瑕 那我就想移除了這一個人 上面這堆人都可以拿走他 拿走他 那這個就是現在那張 這個就是原先那張 我按Cancel 最後就是變成這樣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你會看到多了一欄 就是一個Create a Memory Movie 就是他會推薦 有一欄他寫著給你 去描述你的回憶 譬如我就想他生成一條 整條片都是關於 我兩隻貓一起 睡在一起的一條片 那就可以的 那我就可以照打這個Prompt Caramel and Cheddar 我按Send 他就會回聚我這麼多 我在我整個照片裏面 有多少照片 他都全部收拾了一堆 然後就逐張逐張 慢慢慢慢篩 你會看到 他就會選一些關鍵字眼 Caramel and Cheddar 2023 2024 什麼地方 他都會幫我做一首 Background Music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看看他篩了什麼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基本上有他們的粉 你會看到這個不是睡覺 不過都像的 都像的 都近的了 這個是睡覺 這個也不是睡覺 不過我會明白為什麼他會覺得這張是睡覺 不過就不是 或者我前面去了布吉 我想回顧布吉的這段經歷 經歷了什麼呢 我想有我份 By the sea 游泳 沙灘 這些全部都是關鍵字眼 那他就自己做了一條片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海灘的 他都會加一些片進去 我按完成 他就會存在這裡 還有一個更新的就是Writing Truth 這也是一個我自己都很期待 還有我都覺得自己 將來日子都會挺頻繁的 這樣用的 譬如這段時間 我都要不斷寫很多email 或者寫很多essay 我的essay 我不會直接整篇東西去 用AI改 然後就當作是自己交誤會的 不過呢 假如我想發電郵給別人 我就想可能有些東西去Proofread 我自己的有沒有錯 有沒有這些Grandma mistake 有沒有得 怎樣令到整封信 顯得我更加專業 那譬如這個就是我之前打了幾段文字 我就想選擇了全部 我就想用AI去批割一次 就有Writing Truth的這一欄 我就可以有幾樣東西 就可以Proofread Rewrite 我可以按Proofread 看有沒有任何Grandma mistake 那他就改了一個 他就會把我的Mistake highlight 我原本就是用了 And also the past 那他就移除了 Also這個字 那大家就想用Original 都是可以的 令到更加friendly 那就可以令到整段東西 可能沒有那麼嚴肅 又或者令到他更加縮短一點點 之後都寫了我想都百多二百字 他就縮短了 而且都會看到他用了Point Form 去說一些我之前所提到的東西 又或者假設我想將這一堆東西 我都嫌他可能都太多了 我就想將它變成一個很簡單的Summary 那他就會在這裡 他就會在下面這一欄 去概括給我知道 譬如這個Presentation 去說關於什麼 又或者Table 就將 我很相信會將這一堆東西 變成一個一個表格 這樣去組成 好 至少看上去都蠻好的 之後我想說的就是這個 Jack Moji的功能 你想找一個Emoji 去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找到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不過我有時候就會 可能在瀏覽了那麼多Emoji 都沒有一個好心水的 是完全貼合我自己的心情 那我就可以自己做一個 現在我做事就是按Emoji的按鈕 你會見到在Describe的Emoji旁邊 就會有一個是加一個Emoji的一個icon 那我就可以打一個我自己想它出現的Emoji A pig smiling while wearing a crown and also sun glasses with a bracelet 完成 完成 這樣就生成了自己 A rat riding a bike with sun glasses 對啦 就是這樣 那又做了出來 你會見到它有一欄寫著 Some descriptions may create unexpected results 就是假設你 你跌了心水 覺得它一定會出一些 和你心目中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未必是這樣的事 它都會給你幾個選擇 例如這個 例如這個 它會基本上你繼續揭下去 它就會繼續去生成一些其他option 給你 我覺得這個不錯 我按Add 就又做了一個出來 不過現在目前這個階段 假設我想在WhatsApp Go發出的話 它是會以Sticker的形式去發出 即是它不是一個普通Emoji 所以可能假設其他人喜歡這個Jemoji的話 那你也可以Save這個Sticker 再傳給其他人 那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和Jemoji差不多 就是Image Playground Image Playground 是一個完全另一個分開的App 那譬如呢 我就想要我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樣子 那我會說這張不太像我 這張就相對比較像 我就想在海灘 DONE 那就要點時間錄的 嗯嗯嗯 是OK的 是像的 或者我特別一點 眼鏡 我自己喜歡這張 我按完成呢 它這樣已經Save 了 不過假設我想傳給其他人 或者想直接Save 在Photo Album的話 也是可以的 我剛剛示範了的 就是把一個人樣 變成一個Jemoji 不過現在我可以做的 就是可以用一張相 去真的變成一個 AI新成的Image 我按加好 我就可以選擇Choose Photo 例如我想要這張飲品的照片 它就會生成一個 跟這個差不多的一張AI的圖畫 對啦 是像的 當然它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不過它會盡量在我提供的那張照片之中 獲取得有這麼多資料 有這麼多資料 它會變成一張有這麼類似 有這麼類似的照片 假設大家明白我什麼 還有你會看到它有提供的 這一欄 我可以按顯示更多 有可能Adventure Birthday Fireworks Disco 而有一樣 和我剛剛所描述的 Image Play 館 一個類似的東西 就是在iPad也可以做到的 就是有一樣 叫做Image One 是和你的Apple Pencil有互動的 我按畫筆 你會看到除了有Highlighter 還有普通的筆之外 你會看到有一個 五眼綠色的一支 我會說是一支Marker Floor with Balconies and swimming pool and gardens and two cats 這個很可能是我的Dream House OK 是不錯的 這就是新城了的東西 就是你會看到有 大家是不是 你不計算底層的話 是有四層的 不過你會看到有一個游泳池 你會看到有花園 還有是 是否兩隻貓呢 我叫一隻 左手邊這個是不是 我不肯定是否 如果是的話 它好像中間閘虛了一缺 對了 假設你遠看的話 是OK的 假設你想 可能你在Present 你PowerPoint的時候 你想要一張 和你所描述的東西 匹配的東西的話 你想要一張 類似這樣的圖畫的話 是可以的 或者我們試多個 A birthday cake with cat decorations and 18 candles and ice cream topping in rainbow colors 每一次 這些我都會很緊張 好 OK 我要18支蠟燭 它就沒有18支蠟燭 所以有時候 我會說有些東西 都未必跟得很實 都未必真的 完全百分百符合 你所想它生食的東西 除了18支蠟燭 它其他東西都是符合的 即是有五眼綠色 有貓的主題 有雪糕在上面 除了我剛才示範了功能之外 還有一些update 我自己是很期待去試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它會自己幫你分類不同的類別 它現在已經是有幫你分類 即是primary transactions update promotions 全部的郵件 它會自己幫你分類 Gmail 它就算沒有AI 它都已經有這件事 我私隱起見 我不給大家看email是怎樣 不過我目前見到 未必說很準確的 就是transaction 的東西 包括一些Google Classroom的 Notification 我不會說很準確的 目前這個階段 我自己可能都會用Gmail的app 去看email 所以我希望它遲些 來人update會好一點點 現在像你用iPhone 16的話 你是有這個camera control 按鈕 現在你長按鈕按鈕 它就會自動開啟一個 AI的Feel finder 即是類似Google Lens 例如Apple Event的demo座 你可以拍一隻狗 它就會透過AI 幫你分析那隻狗 是什麼狗 它的概念是蠻不錯的 不過你問我的話 我自己會 下架設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的話 我會直接選擇去開聲 去問那隻狗 是主人 問那隻狗是什麼品種 對了 還有Siri 也有差不多的update 雖然香港現在 是用不到CheckGPT的 即是我試過去開啟CheckGPT 不過是 受地區限制 是用不到的 不過假設你不是去 找到一些結果 如果你在iPhone上再問 我按Apple & Johnson & Siri 你會看到下架設CheckGPT這一欄 我會按開啟的 我打了一個 他就問我 可不可以用CheckGPT 去解答這條問題 我按用的話 他就會說CheckGPT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 我不肯定香港 會不會有其他 去代替CheckGPT 不過 暫時就 不太好 我覺得 就是這樣了 我用了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多一段時間 我會覺得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都是 我會說都是 Emoji MH Playground 那些東西 我依然期待 可能在未來iOS19 或者iOS 即可能未來的update 會有更多 環境AI的東西 因為目前來說 我會覺得 還未是很舊的 不過 無可否認 這些update 是挺不錯的 尤其是現在 這段Honeymoon的時間 你在AI身上 會感受到更多新鮮感 不過我想過了一段時間 到時候 可能會覺得 不太舊 所以我依然期待 更多東西出來 大家對於這些update 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自己最喜歡哪些功能呢 我也想知道 就是假設你目前 你的裝置 例如你的iPhone 你的iPad 沒有不支援Apple Intelligence 這些功能 會不會促使你 會更加想update 你的裝置 去用到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這樣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like comment subscribe 以及記得按鈴鐺 任何想表達的東西 都歡迎跟我說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拜拜